大家好 欢迎收看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白帆 大家好 我是饶一鸣 北京两会接近尾声 代表们的提案也越来越多样化 一胎化政策是否一成不变 中国是否将开放二胎政策成为两会的焦点 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元的采访报道 中国大陆奉行30年的一胎化政策造成的人口失衡 老化 劳动力下降等弊病 在两会中成为焦点 不少代表呼吁从今年开始放开二胎政策 而在30年的一胎政策中 受打压和迫害的妇女和维权人士不计其数 目前仍然在劳教中的上海榜民毛恒凤就是代表人物 她的丈夫吴学伟周四对本台表示 二十多年之前因为有关那些部门说毛恒凤违反了计划生育的所谓国策 把她送到精神病院进行催 然后呢她还知道她就以毛恒凤不顾矿工和那个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就把她的工作岗位给剥夺了 这以后呢就毛恒凤长期坚持维护自己的权利 但却招来的呢就是不更严厉的打压和迫害 本台曾经报道了毛恒凤上月22日被安徽女子劳教所 以她患高血压三期重病为由送回家保外就医 但两天后大批公安闯入其家中 以她违反保外就医规则而带走 目前去向不明 两会期间公车支出 医疗教育以及贫富悬殊情况严重成为热点话题 而居高不下的房价更遭到严厉批评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报道 温家宝总理在一网民交流中说 地产商身上应该留着道德的血液 引起各方的议论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地产商黄文仔 在大会开幕之前暗示楼市飙升 与政府的高地价有关 湖北一位前国企干部告诉本台 政府财政来自于强行以低价收购土地再高价出让 上世纪90年代中央提出 分税制之后地方的财政收入 相对中央政府而言大大减少 以此同时为了体现自己的政绩 又要大搞各类建设 而此后全国的福利分房被废除 老百姓要用自己的钱去买房 于是地方政府就要让土地出让金 成为主要收入来源 而且比重逐年增长 以至到了靠房地产吃饭的程度 随着中国茉莉花革命的持续发酵 官方对互联网的管制不断加强 网友担心如此下去 中国可能会断网 以下请看自由亚洲电台 驻香港特业记者新宇的报道 继中国政府加强互联网敏感词管理 以及升级长城房裹墙之后 网上再传出消息 中国可能在一年内全面切断 与境外互联网的联系 实行像朝鲜一样的 全国范围内的局域网连接 网络技术专家弟弟表示 我倒不一定相信他一定这样断 我觉得他会做一些白名单 对国外的对墙外的网站的加密连接 他会做一些白名单的方式 就是只允许部分 目前IP协议版本分为IPv4和IPv6两种 随着互联网用户数量的不断增加 全球IPv4地址 也就是电脑上的网络地址几乎耗尽 而IPv6能提供比IPv4更庞大的地址资源 很多网友分析认为 IPv4面临淘汰 IPv6即将启用 GFW功能将大大失效 如此一来 中国将面临两种局面 长城防火墙失效 或者切断与国际互联网的联系 中国当局借茉莉花打压不同声音的行动继续 多位维权人士以及市民遭到拘留和抄家 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推约记者丁晓的报道 广州法律工作者唐金林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监视居住 妻子本周三在家中找到警方留下监视居住决定书 称唐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3月1日起在广东攀鱼大使培训中心监视居住 在当局近期大规模抓捕中 牵涉越来越多不知名人士和网友 据推特网友消息 电脑技术人员张浙周三上午被中关村派出所带走 据称涉嫌煽动游行被拘留 3月6日第二波茉莉花召集 当天在北京西单拍照时被警方带走的 北京维权人士杨秋雨本周三住所被搜查 警方拿走一台电脑 家人户口投告知他已被刑事拘留 海集会在台北市新舞台剧场举办20周年庆祝大会 这个场地由海集会前董事长 姑政府的家族拥有并经营 各种庆祝安排都展现了马政府 对这位创会会长的尊敬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同的采访报道 马英九在庆祝大会上讲话时 回顾国共内战的历史 国共内战 这个成百万的死伤 许许多的家庭由于是所痛苦到今天 我们身为延黄子孙 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来谋求 马英九也强调台湾追求和平的过程中会维护中华民国的主权和尊严 推动两岸和平过程必须优先考虑三大原则 人民和平和民主 也要在中华民国的宪法架构下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 在九二共事和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推动两岸交流 任何协商秉持对等尊严互惠原则 对于台湾方面认定的两岸法理现状 马英九解释 在现行宪法架构下 终止动员开乱时期 废除临时条款之后 就不再视中共为叛乱团体 但无法承认对方是主权国家 因此在互相不承认主权 但也互相不否认治权的情况下 由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定义对岸为大陆地区 此地为台湾地区 美国牛肉进口问题曾经造成美台贸易冲突 日前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 行政院正准备找出美国牛肉进口的解决之道 以下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胡汉强 发自台北的报道 对美国牛肉进口问题造成的美台贸易冲突 马英九坦诚 说他知道台湾和美国之间贸易 及投资架构协定的复弹 暂时因为牛肉的议题而延宕 不过行政院已经做好了准备 将由政务委员来协调处理这个问题 他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可以早到解决之道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斯图文 强调他在处理美国牛肉进口台湾的问题上 已经竭尽所能 他重申美国牛肉的安全性 希望未来可以和台湾顺利解决这个难题 斯图文表示 台湾去年经济成长表现很好 和中国大陆也发展了很密切的关系 他含蓄地提醒台湾 在和中国大陆发展经贸关系的同时 也别忘了加强和美国 还有其他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白帆 我是饶一鸣 谢谢大家收看下次节目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